今天带大家看看我掏空腰包开的店 幸亏是和我姐妹合伙的 装修完了这个钱包也扁了 硬装基本上结束了 你看这衣架也装好了 这边是八台 还有我光顺下灯了 没样花的我的肉屯 这有个钢铁侠嘛 到时候就叫他站在这 你这钢铁侠放在这装上沙发 放在窗户口 他这个整个一路的装修都不如我那个钢铁侠之前 还给我直到那晒太阳 甭讲了不借了不给了 不去休息 给大家写没写没给你装修的吧 不去 走位 我看他俩装修资金紧张 想把钢铁侠借给他放在这当个引流 不识好歹 你别生气了 你看咱那装修还有那个进货啥的 不光我这儿我姐妹那儿资金也可紧张了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硬撑 还有在一楼二楼三楼三个大队的时候 从死我了 资金紧张的话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剑 是吗抖音钱包还能这样 你不是我还不知道呢 你看打开抖音在我的界面下进入钱包 点货信件点击记货额度 跟着要求进行申请最高额度20万 等资金周转过来你再还上就行了 哇这么多吗 回头我试试 不光放贷时间快 而且仅收取利息 无其他费用 谁叫谁还 回头就先把那几个户疗伤的 走 给大家看看我的二楼 不是我的三楼 他们的二楼 二楼做了一个直播间和仓库 怎么连灯也没装呀 还有吓我一跳 这是仓库 放点衣服啥的 这边做了一个大直播间 你直播设备也不需要过少人 慢 这不理由先用的 这边坐在二楼了 一二三楼都方便 走 看三楼 三楼 准备做个办公室 好了好 翻唱吧 这怎么设计的 到时候把我那个牛巢 甲山弄过来 再弄点绿色的照景 哎呦想想都没 哇 我揪下来 这设计一个文娱超的书线好 我们这些年的正孙儿才能放 你有这么多正孙儿吗 脚背也行 不是 不是都讲究坐北超南吗 这放书架 到时候这呢 再放个办公室 什么办公室 你吃 担个办公室一个就行了 不给了 哦哦哦哦 不给屁了 不给屁了 然后这边呢 再放一套沙发 然后再放个茶几 既当餐桌又当茶桌 那边是厨房 做完饭 端过来就可以吃 跟我小伙伴这个餐 没你小伙伴的 是 直播完了可以上来休息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 现在还有个丢人的事 我的老脸都让他给我丢光了 还笑呢 你看看 朋友们你们看这个长得像啥 当时去拿那个快递 外边有一艘包装在那儿 人家都用那种眼神看见着 你跟一边吹的那样 当时不是那样看的 是这样看的 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 开业的时候记得来哦 来哦